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东美国售的美国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东美国房产的税务师小胖 对从上一期我们来拍这个盘 位于Middles的Magnolia 我们来看这是Middles的第二大小社区 对 然后我们今天来拍这个户型 那拍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细心的观众朋友可能发现 在最近几期的视频里 我又开始咳 就是咳这件事情 就是已经是我人生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对 你这是每年都有饭 这是落下病根了 对 因为我从小时候就会咳 然后只要一感冒我就会咳嗽 其实所有的什么咽血X光CT都查过了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瞧中医 那在北京的时候就中医瞧得很好 这边吃一副汤药七天就能可以好 但是在这边我来瞧了很多中医 对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楼山基的中医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在洛杉基我没有看过病 纽约那边我倒是认识几个中医 我妈有几个朋友是做中医的 你觉得怎么样 跟国内的比 跟国内比 其实中医我觉得都差不多 好像我说实话 就是我接触过的跟国内差不多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方面比较有资本来说资质来说 对对对对 因为在我瞧中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说一定要在路人机瞧 说有两点 第一就是很多好的大夫在这边 黄人多 对还有就是说在国内不会这种权力斗争的 就不会这种尔虞我诈的 排挤出来 对对对 但是很有本事的就在这边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听到的说这边的药材好 因为这边的药材就国内药材好像就是也不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边的药材好 这两件事其实在我多年瞧中医的经验下 我觉得我打了一个挺大的问号 对特别是第二点 其实稍微懂点中医的就是叫中药材它的产地是很重要的 就是基本上有一种药材它就会配的一个地点 就比如说哪哪哪的什么什么什么 对所以产地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国内稍好一些 对我也这么觉得 那第一就是说很多好的中医 其实我觉得这边混子也挺多的 就我说实话 就包括因为我妈妈有风诗 我给大家介绍 就是还有人推荐我们去什么双手好卖 妈看得可神了 医女的 就是双手给你把卖 又给你写这写那 这病大病全都给你说一通 结果我觉得50%到60%说都不准 这是我瞧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的先生 他是个中医 这边中医一个大学的老师 他给我妈妈就是瞧的还不错 但是对正我这个呼吸道一般 然后后来我又在尔湾瞧了几个大中医 包括大华旁边的 一些中药房的 我最近瞧这中医还不错 就是之前有别人推荐 就是大华 就是是那个Jeffrey的那个大华 就是有一个中医说他瞧副格很好 但是我去瞧了呼吸道就不管用 对吧 然后那我就误打误撞 现在瞧到这个中医其实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中医也要见仁见智 不是就不要盲目崇拜 的确也是 国外的东西 我是这么觉得 对 然后你不给大家介绍 碰到那个神医 对 然后咳嗽呢 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二月份在看完Justin Bieber演唱会 在Sendiego 然后回来以后就一直咳 咳了将近四个月 然后西医那边呢 连X光连CT都查了 今年大圆筒 对吧 然后呢 血什么都查了 结果医生啥也查不出来 说你要再不行 就要去耳鼻喉了 那天你跟我去的 对 然后我真的是有一天 我们在华人区 我在谷歌上搜了一下 瞧咳嗽的 结果我就搜到了这家 这家从纽约来的 然后呢 他只看咳嗽 他只看咳嗽 而且他在路人机呢 还没有电 去他家里 然后呢 他就给了我一副药 吃了七天 好了50% 对啊 对不对 这个还算立竿见义 这个立竿见义 然后呢 第二季呢 我吃了三周 基本就痊愈了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吃这个药呢 这次咳 我这次咳 为什么没有继续吃呢 因为我误打误状 就上咱俩吃一碗粉 误打误状这个中医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晚上 它是熬药的嘛 因为那边是给粉末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有时候你也不太敢继续吃 而且第二点呢 我觉得那个对我的胃伤害很大 就是吃了胃疼 我吃了以后胃疼到 就是我直不起来腰 可能早上天 因为早上天我没吃饭嘛 但是我真的疼到 我很难受很难受 你很少见到我那么难受 我基本上很坚强的人 就包括这次咳 也是因为 我去完巴黎 去完巴黎以后去阿斯本 从阿斯本回来又继续工作 然后我没有歇 所以我又犯病了 所以呢 那个药我没太敢吃 但是我确实又拿了一副 我先吃这个自己熬的 然后如果能吃好 我就不吃那药 如果真的吃不好 我拿那个药当最后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 救命稻草 对对对 或者你改改生活习惯 早上起来吃个早饭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因为为了保持体重 一天就一顿饭嘛 就真的是不多 所以呢 今天给大家来来瞧中医嘛 不要说我的事情 就是中医呢 我觉得一定要健身健治 而且中医一定要自己去试 我觉得啊 就是我有一个中医的 很老很老的朋友跟我讲过 说如果中医好的话 一副要两副要一定减效了 如果你吃一两副还没有减效 那就证明这个药不管用 就要调方子 但是中医跟西医 其实也有一个共性 就是每一个医生 他看的这个专业性非常强 他可能只擅长某一科 也不能说你看不好你咳嗽 就一定是不好的中医 对吧 我说了呀 就是比如说那个看复刻很好的 你就看不好我咳嗽 对吧 然后真久这件事情呢 我一直没有很相信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也不多加评论 反正如果大家有好的中医呢 都可以留言 对大家分享一下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小伙伴呢 可以互相分享一下信息 没错 好聊了比较多 话说回来 今天我们来看房子 回到了Midos这个盘 他的第二大的紫社区 叫做Magnolia 今天我们看他的二户型 叫做Selvian 这个户型呢 是2900尺到3100尺之间 目前要驾驶200万 没错 我们先去看房子 看房子我们回来再说 走 今天来看看Towbrother 在森林湖 Midos Magnolia 这个紫社区的 Selvian这个户型 Selvian呢 它也是有传统 和现代两个外观 那我们先通过 他的门廊 走进去看一看 一进门 他的调高没有Viradian那么敞亮 但是也不错 然后通过悬光 我们来到了开放式空间 我们看一看客厅餐厅和厨房 客厅餐厅厨房是并排排列的 他们同样升级了落地的推拉门 可以直接通往后院 这是这个开放式空间的采光 非常的好 可能我自己有一点点不喜欢 那就是一进门看到餐厅的这个位置 对于我来讲呢 可能有点不舒服 但是有很多客人呢 也是蛮喜欢这种设计的 他的厨房设计的很实用 也是大大的中导 可以备餐也可以当早餐台 那现在买呢 我们还可以帮您送 Building in的冰箱 全屋的家电升级 那我们从开放式空间 就可以到外面的花园去看一看 外面的花园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加州房 一个是花园的部分 当新房交房的时候呢 您需要自己做花园 就像上期我说的 如果你喜欢水景呢 可以做一些水景 因为这个房子是含太阳能的 也不会很费电 那我们从花园进来看看一楼的卧室 这个一楼的卧室呢 我自己认为比较小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最多搁一个很小很小的单人床 它与客厅共用卫生间和淋浴 那我们来到了二楼 二楼一上来呢 同样是一个loft loft把楼上的五个房间分开 一边两个房间 一边三个房间 那我们从loft往里走呢 先看一看整个房间的主卧 那首先路过的是 紧邻主卧的洗衣房 我觉得洗衣服的时候会有声音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这个主卧呢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pattio pattio呢 我觉得晚上在外面乘凉是非常舒服的 那我们从主卧呢 再来看看主卫 主卫呢 也是采用双水台 干式分离的设计 而且双水台呢 也是分体式的 不是一体式的 用起来呢 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衣帽间呢 我会改成推拉门 这样的话呢 更节省空间 从主卧出来 在主卧的同一侧 也就是挨着主卧的地方 它有一个这样的次卧 这个次卧呢 是带自己的卫生间和领域的 那我们再接着穿过loft 来另外看看三个客房 三个客房大小 同样都可以摆下一个quinset 而且都有自己的卫生间和领域 这一点还是蛮实用的 好了那房子开完了 你怎么看这个房子 这次房子呢 就是我不喜欢占50 喜欢占50 我先说不喜欢吧 不喜欢 大家知道 我不太喜欢一进门 就对着餐厅 对吧 然后还有我不喜欢呢 洗衣房挨着主卧 然后第三点我不喜欢呢 就是主卧旁边有房间 如果买3000尺这么大的房子 对吧 然后再说我喜欢的吧 我喜欢呢 第一呢 这个房子教会了我一个配色 就是虽然大家知道我学画画 我学设计 但是呢 我很没有配过这种大地色跟黑色配 你发现它都是这种 木纹的和黑白又搭在一起 跟黑色配 我绝对不会这样搭的 我都 你知道我的就是这种木纹的大地色跟白色搭 显着比较塔技风嘛 比较轻轻多酥 黑的跟金的 对 但是这种跟黑色搭 我也没想到它搭的很match 我觉得这族剑 Tobrother这个建商的功底 没错 首先呢 我是不介意开门进来对着餐厅的 因为新一些设计的房子 它都是一楼都是大开间 所以你开门之后 要不对客厅 要不对处房 要不对餐厅 对吧 那我觉得餐厅可以对 不要对客厅就好了 我是这样看 可是刚上一个我们拍的 就什么都没对 就很舒服 也是也是 那个是牺牲掉一个客厅的区域 对 而且对的也是墙 它也不是这种大连的 也没有穿堂下 这个倒是 不过你说的第二点 就是主卧边上有其他的房间 这个倒是设计上 我不是很喜欢的东西 因为如果是老房子OK了 你新房子这么做 除了你给它做成 就是保姆间 就是有新生的孩子 那样的话比较好看 对 然后还有一点 我觉得它一楼的这个 目前是书房的这个房间 稍微小了一点 作为一个3000尺的房子 它客压 一楼的客压太小了 对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大家没觉得 我这几期有变乖吗 就是我没有在第四小胖 就是 你都连说好几期 这个第四 就是我这几期变乖了 就是没有第四了 那所以如果大家喜欢 就可以尽快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大家讲价 并且拿到很好的福利 是的 那我们下期见 大家拍这个 此时的期的最后一个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